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 我是橘子 姨妈推迟三星期了 检测结果测出了两条杠 看着手中的验运棒 我的思绪久久不能集中 孩子的爹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前任赔率 华城顶级律所的高级律师 前段时间同学聚会 记忆中从不喝酒的赔率 竟然和同学们喝了得烂醉 知道我们的关系 最后大家起哄要求我送他回家 可我俩分手三年了 谁知道他家在哪 最后我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帮他开了监房 可可可 这呀的 在喝醉的时候居然换我的名字 我一个心软 应了一声 这音音直接一发不可收拾了 依稀记得最后我是扶着腰逃离酒店房间的 酒货乱世的结局就是 我有了 犹豫了很久 我还是找上了裴率 进门后我植入主题 产检费 孕期营养费 麻烦你出一下 他掀起凉薄的眼眸 怎么 孩子爹跑路了 裴率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也是 像你这样为前仕途的女人 哪个男的见了不害怕 看来分开这么久了 你还是没改掉你的烈性 想到当初我们分手闹得那么难看 我抿了抿唇 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我挑眉 既然你不想负责 也不想出钱 那就没有理由跟我争抚养权了 恋前的文件被裴率捏出褶皱 他气笑了 抚养权 沉下 你还以为我是当初那个裴率 甘愿当你的接盘侠 我笑了笑 想多了 放心 我会亲自帮孩子找个后爹 说完这句话 我直接转身出门 我喜欢笑草裴率这件事 不仅全班知道 全校都知道 我能站在寒风里等他半宿 只为跟他说一句晚安 更是能为了他的一句 我喜欢承接好的埋头苦读 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里 就挤进年纪前十 为了他 不喜欢读书的 我能常年泡在图书馆里 为了离他更近 我几乎旁听了所有能听的法无可 直到那次他问了我一句 你叫沉下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了 就这样 我舔了他整整三年 在毕业前两个月我俩成功交往 室友们调侃我走了狗屎运 我也只是平淡地笑笑 交往之后 裴率开始主动为我带早餐 图书馆的座椅上也不再是我一个人 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幸福下去 直到毕业结婚 可在毕业前两天 我却主动跟他提了分手 提分手的是我 哭得最崩溃的也是我 我提分手那天 陪力冷静地吓人 只是后来我听他朋友说 我成了他的禁忌 本以为我们的交集会就此停止 可我万万没想到 我爸妈会在这时候闹离婚 最最崩溃的是 调解律师是赔律 进入调解室 看到气质清冷的赔律 我简直想当场拿个面条上吊 什么鬼 这都能相遇 他公事公办地敲击着键盘 这一次你父母闹得挺凶的 作为儿女 有什么诉求 我紧紧地揪了下一百 突然觉得有些丢脸 其实 他们平时的感情还行 他饥不可查地发出一声吃笑 三天两头打架 甚至什么时惊动邻居 这也叫还行 我倒吸了口凉气 他抬头 那双凉薄的眼眸里 没有一丝温度 沉下 你爸当年嫌弃我一穷二白 我以为你们这些人的生活会很好 我从他的话语里 察觉到了浓浓的讥讽 深呼了口气 尽可能让自己表现得平淡 今天我们是来谈我父母的事的 其实他这样我挺理解的 毕竟当年 是我爸嫌他穷逼他出国的 他指尖的动作顿住 沉下 做错事了 要有做错事的态度 如果你 我抿了抿唇 打断他 我爸妈的事 就请裴律师多费点心了 我逃适地回到了家 我以为我怀孕的是瞒得很好 直到我妈提着一箱牛奶 和一篮子鸡蛋 出现在我的出租屋 下下 你现在特殊 要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补一补 看着角落的牛奶 和用碎花布贴心盖好的鸡蛋 我深呼了口气 嗯 我妈似乎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 一边把鸡蛋往冰箱里放 一边小心翼翼开口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漫不经心地点击手机 自己把孩子生下来 我妈的动作一顿 一颗鸡蛋碎落地面 我皱了皱眉 起身去拿一边的扫帚 妈 你要是和爸实在过不去 就分开吧 人家都说劝和不劝分 可这些年 看着我爸和我妈 每天都在争吵中度过 我都替他们累 我妈的眼泪 啪嗒从眼角落下 当初要不是有了你 我早就和你爸过不下去了 下下你听我说 你人有了孩子后能忍则忍 等孩子大了你就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打断他 等孩子大了 我就像你一样 天天和自家老公打得不可开交 让所有人看笑话 我妈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妈只是不想你吃亏 如果你不好意思开口 孩子爹是谁 我去找他 我的情绪崩溃了 够了 我不是你 就算我自己过 也会好好保护我的孩子 什么没男人过不下去这种话 你去给别人洗脑吧 我妈哭得更加大声 下下 你爸他只是有时候脾气比较急 就像当年他逼赔绿出国 也只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生活 我气笑了 所以 你这种人 一辈子只打算活在我爸的拳头下 说完这句话 我夺闷而出 坐在公交车上 抚摸着小腹 我突然有些后悔 不该和我妈这样吵 也许他确实做错了 可 他这些年 确实太苦了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去的妇产科 整个过程浑浑噩噩的 只听见医生说 胎下有些不稳 这段时间要控制情绪 医生给我开了一些保胎的药 离开前意味深长地和我说了句 下次和孩子爸爸一起来 我想回他 孩子爸爸不会和我一起来的 想了想还是忍住了 我的脑海里不断想着妈妈和我说过的话 有父亲的孩子不管怎么说 人生是完整的 回去的路上我没忍住 给裴侣打电话 有事 依旧是清冷疏离的语气 我顿了一下 没事了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 他突然开口 找不到下一任接盘侠 又惦记上我了 想多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 好好处理我爸我妈的事 我想挂断电话 他却不让了 当年你 只说完三个字 我却能清楚感觉 话筒那边 他控制不住的怒气 陈夏 你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那你总得给我个接受的理由吧 这是打算接受了 我刚要开口 手机里另一通话打过来 我选择挂断 可那电话竟然一遍遍地打 我只能和裴侣先暂停通话 这件事我们下次再谈 那边传来他低沉的冷笑 通话直接挂断 我接了邻居的电话 邻居王大妈声音特急破 陈夏你在哪呀 快回来 你爸你妈打起来了 你爸还想去厨房拿菜刀呢 我们快拦不住了呀 我额头的清净凸凸地跳 阿姨你们先帮我拦着 我现在就赶回去 刚进入家门的时候 里面就已经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 一个盘子从里面直直地摔出来 差点砸在我身上 砰 顾不得盘子 我冲进去 果然看见我爸歹着我妈的脖子掐 我上去疯狂地拍我爸的后背 爸你干嘛 想杀人吗 我爸杀红了眼 直接推我一把 幸好被邻居扶住 我妈处于下风 还疯狂地发出辱骂 用手想去扯我爸的头发 我好几次上去都没什么效果 此刻我只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够了 你们是不是非得见血了才甘心 巨大的声音让扭打成一团的两个人瞬间停止 我妈被打得蓬头垢面 抱住我就痛哭 沉下你 怎么现在才来 你在晚点我就要被打死了 啪 我爸抬起手又想给我妈来一巴掌 我本能地拉开我妈 那一巴掌却结结实实地落在了我的脸上 力道太大 我倒在地上 太阳穴撞到了茶几的脚上 我只感觉眼前一阵模糊 晕倒前似乎隐约听见了邻居们嘈杂又急迫地呼喊 快 快打救护电话 再次睁开眼睛 肉目是一片整洁的白 陪律坐在我的病床前 眉头紧紧皱着 我好像在她脸上看到了担心的表情 不确定 再看看 你怎么在这了 陪律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问我 明知道自己怀孕还往上凑 我摸了摸小腹 孩子没事吧 其实我能感觉到没事 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 陪律嗡了一声 沉沉地 看上去是在生气 我一直毛毛躁躁的 经常这瘦点小伤那瘦点小伤的 和陪律交往之后 他没少因为这件事情生气 但终归是因为担心我 所以他这个样子我最熟悉了 我挑眉 陪大律师 你在担心我吗 陪律脸色一冷 我为什么要担心你 你是我什么人 还真是冷酷呢 跟我当初没把他追到手的时候一样 OK OK 你不担心我 你一点都不担心我 你 陪律默了默 突然开口问我 沉下 你当初为什么跟我分手 我心口一紧 分手这件事 我承认自己不对 都怪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 感情的事情不会处理 再加上我家里的情况 我心下一探 张了张嘴 其实 医生开门进来 打断了我的话 陪律又看了我一眼 起身让开床边的位置 医生十分看不上陪律 看他的眼神 充斥着责怪 在他心里 陪律是一个十分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 医生严肃地说 幸好没流产 但是胎向很不稳 之后要注意了 你要时刻注意 你是个孕妇 我坐起来 乖巧地点头 是是是 我记住了 还有你 医生转头看向陪律 陪大律师微微顿了一下 立刻上前 和我一样乖巧 医生 您说 医生十分不客气 对着陪律一顿训斥 上次你妻子就是自己来产检的 这才几天啊 又受伤了 你这个做丈夫的很不称职 知道吗 尤其是前三个月 那孕妇都是重点保护对象 你就算再忙 也得上上心 好好照顾媳妇 我敏唇 通聊陪律 陪律一直点头 态度诚恳 还带着那么点卑微 医生 我记住了 谢谢 就算以前还是穷光蛋的陪律 也没受过这些 因为成绩好 她是我们学校的宝贝 老师校长都得供着 现在被人说训就训一顿 我轻咖了一声 硬是压下脱口而出的笑声 医生又交代了些注意事项 走了 陪律将医生送到门口 一直在道谢 回来的时候 见我则我刺了大牙在那儿童了我一眼 我闭上嘴巴 扬着下巴 故意气她 可不是我让你来的 是你自己主动来这里挨训的 陪律在床边停下 居高临下看着我 她挑眉 是吗 医生是用你的手机给我打的电话 她一开口就问我 是陈夏的老公吗 陈夏 你给我的备注是 老公 我咽了口口水 我手机呢 陈律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用眼神朝病床边的小桌子上示意 手机在那了 她说着起身 将手机递给我 这个人什么时候变得正见刺刺的 我抿了抿唇 耿着脖子 我备注孩她爸 忘记改了 我现在就改 我解锁 该备注 一气呵成 十分有骨气 再次抬头 针锋相对地对上 陈律深邃平静的视线 但我知道 她谋底的平静 只是表面现象 实则已经暗潮汹涌了 我莫名有些心虚 眨了眨眼 岔开话题 我爸和我妈呢 陈律平静地看着我 淡淡地开口 他们俩的没事 都回家了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你妈原本要留下来照顾你 看到我来了 她才走的 我妈的性子我了解 她希望我和陈律 能够重新在一起 为了孩子 就像她这么多年来 一直为了我迎认我爸一样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啊 陈律 随时 我确实没感到什么 不舒服的地方 便掀开被子 那我现在就出院 陈律却拦下我 再观察一天 面色还是冷冷的 语气也硬邦邦的 不怎么好听 但我知道 她就是关心我 陈律就是永远那么傲娇 又永远那么温柔的一个人 我重新躺下 微微一笑 那我听你的 陈律又在医院里待了一天 彻底确定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事之后 陈律才给我搬出院手续 她把我送到我的出租屋 一路上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陈律把我送到家就走了 我心里有点不适滋味 可以想到当年提分手 给陈律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 我就觉得 自己没有难过的资格了 半个多小时 陈律去而复返 手里还拎着两个大袋子 原来是去超市买菜了 我心里甜滋滋的 背着手迈着四方布 跟着陈律去了厨房 陈大律师 你这是要给我做饭呀 陈律将食材都放进冰箱里 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都没说 把我推出厨房 我坐在沙发上 给我妈发微信 你和我爸的事情 你想好了吗 我妈回复 你以为我不想离婚吗 可离了婚 我自己怎么过 我是指着你养我 但你现在又怀了的孩子 还要养孩子 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我心口一堵 家里的事情 永远是让我最厌恶的 我打字的力道加重 你也才不到五十岁 出去找点工作 怎么不能养活自己 我妈这次直接发来语音 声音带着哭腔 你说得容易 我出去能干什么 我感觉到好无力 往沙发背上靠了靠 我长出一口气 让自己耐下心来 妈 你只要迈出去一步 接下来的路就好走了 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平时也不用你买什么 你赚得再少 也能攒下来一些 我连发两条语音 可都这么说了 我妈给我的答复却是 我再看看你爸怎么说吧 我把手机放到一遍 以着靠背 无力地闭上双眼 直到耳边传来 裴绿的声音 过来吃点东西 我起身过去 裴绿弄了两道菜 都是我爱吃的 它盛了一碗米饭 放到我面前 默了默 突然问我 怎么了 我不想跟裴绿 说家里的事情 我从小爸妈 感情就不好 经常打架 和裴绿交往的时候 我也从未和他提起过这些 我所有的自卑 都源于父母感情不和 我摇摇头 裴绿又沉默了片刻 说 陈下 至少现在 我们算是朋友 除去律师这层身份 我认为 分开是对你父母 最好的选择 裴绿洗碗碗就走了 我一直在想 他说的那句话 事实上 我从小就盼着爸妈离婚 尤其我爸 实话实说 他对我还不错 但是对我妈 绝对是世界上 最不称职的丈夫 至于我妈 刀子嘴斗俯心 明明对我爸很好 说出来的话 却总能逼急了我爸 我真是瞎了眼了 找的你 你到底生是个男人 窝囊废 真是一家窝囊废 我随随便便找个男人 都比你强 有本事你打我 我怕你吗 周恩复始 不知道从哪一次 我爸忍受不住动了手 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 想来他们两个 可能曾经相爱过 但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 彼此并没有磨掉棱角 而是变得锋利 直直地扎向对方 我决定好好跟他们两个谈谈 于是第二天就回家了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跟父母谈心 你们两个还是离婚吧 爸 你在老家把日子好好过着 我妈跟我走 但是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不管你的 你再给我几年时间 等我在城里彻底安顿下来了 就把你也接取 到时候给你在我附近租个房子 我爸和我妈对视了一眼 谁都没说话 但他们两个答应了 我妈跟我走之前 我爸跟我说 夏夏 你是不是生爸的气 我看着面前这个小老头 二十多年来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重话 为了我 再苦再累 他都一句怨言都没有 只在我和裴绿在一起的时候 他发了一次火 那还是因为裴绿没钱 他当时说 我这辈子都是为了你 结果你找了个嫩没出息的 我死了 他能管你一辈子吗 我含泪笑了笑 爸你说什么呢 你再给我几年时间 我就把你接去 出门的时候 我爸送了我们 上了车 我回头看 我爸就站在那里 看着车子离开的方向 抹眼泪 回到出租屋 我妈问我 你和裴绿怎么样了 我想着 我都让我妈和我爸分开了 那我得给我妈打个样 于是说 我和他没戏了 我自己一定能把孩子养好 我妈叹了口气 放心吧 还有我和你爸呢 咱仨还养不起一个孩子 我笑了出来 就是啊 于是我妈在厨房做饭 裴绿敲门要进来的时候 被我一把推出去了 她脸色沉得跟锅底一样 我焦急地解释了一番 小于sectionid等于反斜杠 article truck 反斜杠大于小于section 大于裴绿脸色 这才微微好转 把手里的袋子递给我 既然有人照顾你了 我就先走了 我美滋滋地接过袋子 裴大律师 你这是来给我做饭呀 我这一日三餐 都被你包了呀 裴绿冷亨 沉下 我很忙 没那么多时间管你的事情 说完人就走了 这个人将来死了 火化的时候除了灰 肯定还有两片嘴唇子 我拿着袋子进厨房 我妈惊讶地问 你什么时候买的 我慌忙解释 今早买的 忘记拿厨房来了 我妈又往门口看了探 刚才谁敲门 物业 烦死了一天 我把袋子放下 赶紧出去了 然后给裴绿发微信 裴大律师 谢谢你了 还有一个可爱的表情包 裴绿回了个 不用就在没下文了 我那个表情包 那么明显地讨好之意 他那么聪明 会看不出来 还在生气呢 说起来 我确实还欠裴绿一句对不起 当年我爸和他说他配不上我 除非他能够赚好多好多钱 让我过好日子 我爸这个人没什么追求 就希望我这辈子不要因为钱费心 他认为有钱就能过好日子了 他也认为 为什么我妈老是跟他闹 是因为这些年来他没赚到钱 没让我妈和我过上好日子 我爸还把我关在家里 不让我和裴绿见面 和裴绿开口说 分手那天 我人在医院 我爸开大货出事了 医生说他的双腿可能保不住了 我知道 我爸一定是在想我的事情 所以开车分心了 我很后悔没有听我爸的话 甚至还为了裴绿和他大吵一架 我向上天祈祷 希望我爸平安无事 可能是上天听到了我的祈祷 我爸的双腿保住了 我爸出院那天 我在家门看到了一个小盒子 里面装着一个游艇模型 是裴绿拼好的 我曾经说过 我喜欢大海 如果我有一艘游艇 我会每天都开着它出海 那个模型 现在还放在我的床头柜上 我知道裴绿恨我 我也没有奢望能和他复合 可这次我们重逢 还阴差阳错有了孩子 后来他对我虽然一直冷冰冰的 还是怨我 可我也看得出来 他很关心我 所以我想试一试 弥补一下我们之间的裂痕 这天傍晚 我却接到了裴绿的电话 我很开心地接通电话 剑刺刺的打去 裴大律师这是想我了吗 裴绿声音冷硬 陈小姐 我想跟你谈谈你父母的事情 这公事公办的语气还真是浅 我们两个约在咖啡厅见面 裴绿自己点的咖啡 给我要了一杯橙汁 他一开口 又是公事公办的语气 特别近欲 你父母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端坐着 我已经让他们两个分开了 现在我妈跟我住 我爸在老家 现在这样就很好了 裴绿 他眸底掠过一抹橙色 低头喝口咖啡 我亲身凑过去 裴大律师 甚是觉得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 你以后没借口跟我见面了 有点失望呀 裴绿俊言之上 闪过浓浓的嘲讽之色 晨夏 你以为你是谁 我被裴绿这句话冷到了 我张了张嘴 裴绿 他缓缓站起身 谋色淡淡地看着我 既然已经解决了 那我就先走了 话落 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我快步追上去 在门口追上了裴绿 裴 尘夏 你怀着运呢 他立声提醒 我站稳 试探地拉着他的手 裴绿 我有话跟你说 我抽出手 看向别处 冷声道 有话就快说 我时间有限 对不起 我诚恳地说道 虽然这三个字 不能弥补 我给裴绿带来的伤害 但我始终欠了他这三个字 裴绿似乎没料到 我会和他道歉 他神色微顿 语气柔软了半分 你跟我道什么歉 孩子是你自己的 也是你的呀 我抿了抿唇 我又不是因为这个道歉的 三年前的事情 我欠你一句对不起 裴绿轻神 我要回你一句 没关系嘛 我搭拉着脑袋 不用 裴绿沉默了许久 我以为他走了呢 一抬头 对上了他深邃的眼神 他饥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 语气里似乎带着一丝丝妥协 走吧 送你回公司 我点点头 回公司的路上 我们两个没再说话 我跟他道别 往公司里走 晨下 裴绿从身后叫住我 我连忙转身 他拧着我一会 下次产检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 说完就上车走了 我嘴丫子 都快咧到耳根子去了 以后我要好好表现 争取把三年前 对裴绿的伤害 最大程度弥补好 下班回到家 厨房里传来了 我妈愉悦的歌声 我开门进去 妈 啥事这么开心呀 我妈一边炒菜一边告诉我 妈找到工作了 咱们这物业招宝节 我今天去面试了 成了 在本小区工作 我很放心 晚上还跟我妈庆祝了一下 睡觉前 我给裴绿发微信 我妈找到工作了 裴绿 恭喜 冷漠的两个字 我继续发 除了产检 其他时候我能找你吗 裴绿 随便 你就装扮你 我把手机丢到一边 睡着了 一夜好眠 第二天一早 我拿过手机 这才发现 昨晚裴绿还给我发了条消息 晚安 就像我们谈恋爱那会 每天都是 以他发给我这两个字 作为聊天的结尾 好像我们根本没有丢失那三年 这种感觉 真好 周末放假 周五下午我打电话问裴绿 你明天有时间吗 裴绿 没有 他怎么说话 只会两个字两个字往外蹦啊 那好吧 你忙吧 我挂断电话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这哪里像刚谈恋爱那会 简直又回到了 我刚追裴绿那会 他还是跟做冰山似的 那么难追 我整理了一下心情 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 主管又找我谈话了 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 我现在生孩子不明智 主管明年要往上升 因为我工作出色 他准备推荐我接他的位子 可我偏偏却在这个时候怀孕了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从来没想过打掉这个孩子 从知道怀孕开始 我就一直坚定的要生下这个孩子 主管 这个我可以保证 家庭和工作 我绝对能够平衡好 主管促眉 这话我不爱听了 凭什么要咱们平衡 你老公呢 怎么不让他平衡 主管继续说 我说你这个时候怀孕不明智 不是让你打掉孩子 是让你跟你老公谈好 当然 你家里的事情我管不着 你就算要回家做全职妈妈 我也没意见 我站着身子 主管 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工作的 主管满意地点点头 行了 你去忙吧 我打算什么时候找赔率 好好谈谈这件事 当然 不止孩子的事情 还有我们两个的关系 都需要开诚不公地谈谈 下班时间到 我将策划案交给主管 出了公司 晨下 有人喊我 我看过去 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高大英俊 当然 没赔率帅 没赔率高 我迷茫地看着他 他含笑走过来 朝我伸出手 你好 秦峰 你好 我慢半拍伸出手 秦峰松开我的手 笑着说 抱歉 是我唐突了 不过阿姨说 你这个时间下班 我正好在这里半点时 就过来了 没想到刚到就看到你了 我更迷茫了 阿姨 晴峰一顿 阿姨没跟你说吗 我拿出手机 点开微信 这才看到我妈发来的消息 闺女 我在咱小区 给你物色了的对象 她离异 有个孩子 在你方那了 条件不错 你俩加一下微信 我又退出我妈的聊天界面 看到新的好友那里 秦峰申请添加 忙起来的时候 私人微信 我实在没时间看 早知道我就看了 也不会弄得这么尴尬 阿 我才看到我妈发的消息 秦峰笑了笑 是我不好 抱歉 她态度还挺好的 我扯了扯唇角 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才是 其实我 秦峰看了看我的肚子 沉默了片刻说道 你的情况 阿姨都跟我说了 你没必要道歉 我不是因为这个道歉的 我是 我清了清喉咙 小声说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看着秦峰 认真解释道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最近正在追她 虽然还没追上呢 但我觉得我希望很大 说完我歉意补充道 秦先生 我没跟我妈说 所以我妈才 秦峰脸上闪过一抹尴尬 但还是维持住了风度 原来是这样 我又说了句抱歉 秦峰又说 没关系 就当交朋友 正好我们是一个小区的 要不 一起回去 我知道 秦峰就是客气客气 自然不会当真 谢谢了 不过我还有点事 先不回家 秦峰含笑点点头 好 那我先走了 我目送着她离开 稍稍松了一口气 决定先假装回公司 拿东西什么的 结果一转身 裴绿 她什么时候站在那的 我一阵惊喜 快不快去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你没空吗 裴绿看我的眼神急冷 都把我唇边的笑容冻僵了 你怎么了 裴绿淡漠的视线 扫向秦峰离开的方向 那人就是你孩子的爸爸 我回头看了眼 说了几句话 就成我孩子的爸爸了 他还是不相信 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他的事吗 那天晚上 哪个王八蛋 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一来气 你说他是他就是吧 裴绿死死盯着我 他来找你干什么 晨夏 你准备跟他结婚 我依旧梗着脖子 关你什么事 的确不关我事 是我多管闲事了 裴绿冷冷地撤回视线 转身就走 走就走 我也转身就走 回到家 我妈见我气呼呼的 问我 怎么了这是 你跟人家小琴 谈得怎么样了 跟裴绿生气归生气 我还是要跟我妈说清楚的 我最近在追裴绿呢 也没太追 反正就是 我还是喜欢裴绿 你就别再给我介绍对象了 我妈点点头 也行 到底他是孩子的爸爸 况且他现在又有钱 挺好的 我抿了抿唇 我喜欢他又不是因为他有钱 你们年轻人有情饮水宝 到时候孩子生下来 跟你们一起喝水呀 我妈开始唠叨起来 和他在家念叨我爸一个模样 我妈的个性 看来是改不掉了 我妈又说 没男人不行什么的 进了厨房 我见状跟过去问我妈 今天干活累不累 我妈说 我在家不也干这些活吗 累什么 一会做完饭你先吃 我那边活还没完呢 那你还回来做饭 我自己能做 我妈撑了我一眼 你做什么你做 本来你胎像就不稳 好好养着吧 我看干脆工作也辞了 反正裴绿能养得起你 我觉得我和我妈沟通不了了 转身走了 吃完饭我妈下去 我也继续弄我手里的项目 快到十一点多 才上床睡觉 手机铃声却在这时响起 是裴绿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边 裴绿模糊不清的声音传来 一遍一遍喊着我的名字 一听就是喝醉了 我问他在哪了 他也回答不上来 最后好不容易我弄到了地址 立刻赶过去 又把醉醺醺的他弄到了酒店 这狗男人 两刺猬呀 下下 下下和那天晚上一样 他一遍一遍喊我的名字 这我可不敢硬了 我敢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敢 见他没什么 我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 我又接到裴绿的电话 他跟我道歉 昨晚 是你送我到酒店的 抱歉 我没干什么吧 我在电话这边翻了一白眼 你不让我走 对着我又搂又亲的 还说我是你的亲亲小宝贝 裴绿冷静地打断我的话 我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 你不可能 难道我可能 我蹭地站起来 上次是谁把我压在床上 不让我走的 还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我肚子里的孩子哪来的 电话那边传来了长长的沉默 我气得不行 说话 裴绿又沉默了许久 不可置信地问我 那天晚上我们 孩子真的是我的 我直接挂断电话 自己猜去吧你 吃完饭我下楼 刚打开单元门 就看到了裴绿 他正要往里进 看到我 一把握住我的双肩 急切地看着我 陈下 你告诉我 孩子是不是我的 我扬着下巴 不是裴绿笑得合不拢嘴 是我的 那天晚上 我们真的 这回小区里 进进出出人可不少 我一把捂住他的嘴 把他拉到一边 你不要连我还要呢 裴绿红的眼睛 所以那天晚上 我们是真的 我还以为 我醒来没看到你 还以为是我做的梦 我呵呵干笑 你还真会做美梦呢 裴绿一把抱住我 又害怕伤到孩子 连忙放轻了力道 下下 对不起 我还以为这家伙 就是不想承认孩子是他的呢 原来他是真的不知道 笨死他算了 我撇撇嘴 那好吧 我大人有大量 原谅你一次 我们两个算是扯平了 裴绿轻轻放开我 谋底溢出泪水 不 是我不好 看他哭我也想哭了 想来 如果没有这一次同学聚会 我们两个的结局 还是会在一起 我知道 因为我们两个心里 都还有彼此 我拉住裴绿的手 将当年分手的原因 解释给他听 我接着说 我爸是因为 我才差点失去双腿的 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自责 只想着我爸 我知道我不该替我爸解释 但是我爸这些年 一直被我妈破 所以才会对你说 那些伤人的话 总之 是我没处理好这件事 裴绿 对不起 裴绿又抱住我 都过去了 后来 我生了一个女孩 叫暖暖 坐完月子之后 我就立刻回公司上班了 没办法 我现在是主管 这个位置我必须坐稳了 孩子有裴绿的母亲和保姆照顾着 不用我 我可以在工作上大展拳脚了 倒是裴绿 总给我找事情 这天我刚下班 他就约我在海湾见面 我到了 远远就看到裴绿站在一艘游艇上 游艇上还有一个大大的下子 等我上去 其他人也都冒了出来 我爸 我妈 还有我的同事朋友们 以及裴绿的家人朋友同事 在他们的见证下 裴绿单膝跪在我面前 打开一个红色的小盒子 硕大的钻戒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裴绿双眼含泪看着我 老婆 现在你可以穿婚纱了 是不是该嫁给我了 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伸出手 之后 我和裴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其实我和裴绿早就领证了 也住到了一起 而我用我这几年的工资 首付了一套房子 现在我爸和我妈都住在那里 只不过两人已经领了离婚证 现在只是室友关系 这种关系 反倒是让两人之间和谐了 我妈依旧做着保洁的工作 我爸依旧开大货 闲暇时间就去看孩子 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 和谐 晚上 我窝在裴绿的怀里 跟他说我小时候的事情 裴绿紧紧抱着我 无声地告诉我 都过去了 我现在有了一个很幸福的家 暖暖突然哭了起来 裴绿下床抱起暖暖 放在我们俩的中间 暖暖的哭声停了下来 裴绿把我和暖暖的手 包裹在他的大掌里 亲身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 暖黄的灯光下 他的眸底异一声灰 他说 臣下 我爱你 永远